丸童壽子日前突然剪住 謎兔風暴被指控性醜聞 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和人格 他硬起來提告 7日他和大淵小春一起為音樂節彩排 這也是事後他第一次在媒體面前現身 壽你最近的心情是還OK的嗎 最近不錯啊 沒有被一些17年前的事件印象到 是我覺得因為也剛好忙嘛 然後就很多事情在做 然後尤其是有演出嘛 我覺得演出就會開心嘛 會不會覺得自己就是很衰 就是看上這樣的期間 對啊那當然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對啊才就面對嘛 你也是說提告了嗎 那現在進度大概到了嗎 好像他就是有送警察官嘛 對然後就是反正就是照他們的郵程去走這樣 提告之後對方沒有來跟你聯絡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沒有沒有收到 那聽到的第一當下你的心情是什麼樣子 莫名其妙啊當然 當然是莫名其妙 當然是莫名其妙 那大元跟小春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反應是什麼樣子 他叫大髒話 神氣了神氣了 我 我非常瞭解我兄弟的為人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自己知道就好 我相信司法會給他一個 一個正確答案 那老婆有說什麼嗎 呃就是當然 就是身邊的人一定都是會關心嘛 對啊就是大家都是會關心 然後就是會支持啊 然後表示支持 然後大家聯繫啊 瘦子也表示自己做事坦蕩蕩 大家可以放心 而日前網上一直瘋傳 他將參加披荊斬集的哥哥三 今天被問到他的態度有點神秘喔 我有要去披荷嗎 好像名單上是有傳播說 網路上不是有這個嗎 我有嗎 你也要去披荷喔 好像有 為什麼我不知道 但你可能沒有 為什麼不知道 我不知道欸 還現在只是網路的流傳名單 你會說是有不同保密協定之類的 好囉 謝謝囉